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功夫 认识这个人吗? 是不是他让你了解了一些中国功夫呢? 成龙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影明星 还有女性的武术演员的杨子琼 大家从电影里面看到的中国功夫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吗? 电影里面很多武术的表演展示的是飞檐走壁 飞檐走壁这是一个成语 意思是说在武侠小说里面 这些人功夫很厉害 檐是房子的屋檐 房子的这个檐 在房檐上面飞轻功 走壁是说的房子的墙壁 可以在很陡峭的这个墙壁或者是石壁上面行走 我们普通人是不可以的 但是在武侠小说里面 这些人物好像很厉害 或者在电影里面 这些功夫感觉很厉害 这是一个成语 请大家跟我读一读 飞檐走壁 飞檐走壁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我刚刚说他是电影明星 而且他们表演的很多都是中国功夫 所以他们又被称作为功夫明星 请大家跟我读功夫明星 功夫明星 这里的功夫是一个轻声的读法 功夫 功夫 中国功夫 中国功夫 功夫明星 功夫明星 李小龙是我熟悉的功夫明星 这个词语要把它学会功夫明星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人都是功夫高手吗 中国人都是功夫高手吗 当然大家到了中国以后发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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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是 在中国 但是 但是很多外国的朋友 在没有到中国 以前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觉得中国人 都是功夫高手 都是功夫高手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 我们一会再来给大家讲到 那么这里说到一个词语 叫做高手 什么叫做高手呢 高手就是在某一方面很厉害的人 非常的厉害 比如这里给大家举的例子 绘画高手 绘画高手 跟我读一读 绘画高手 绘画高手 篮球高手 篮球高手 辩论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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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些人在绘画上很厉害的人 打篮球很厉害的人 辩论很厉害的人 就可以被称作为这方面的高手 比如有的同学 他的书法很厉害 在书法方面表现得很厉害 我们可以称他叫做书法高手 说一说书法高手 说一说书法高手 这些人在绘画上很厉害的人 because of the Chinese Kung Fu in fact it's your stereotype that works oh no firstly Chinese Kung Fu is not omnipotence like what it is in the movie secondly only a minority of Chinese people may learn kung fu most of whom just intend to build up their bodies thirdly Chinese Kung Fu embodies the spirit of heroes 好了,关于这段话,现在大家已经有了答案了,中国人不是所有人都是功夫高手。 那么,我们来学习一下,在刚刚的这个视频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部分,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你们是不是觉得所有中国人都是少林寺的修行弟子,是身怀绝技的功夫高手呢? 但事实上,这是刻板印象哦,刻板印象这个词语,刚刚有解释, Stereotype,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比较固定的看法。 这种固定的看法,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差别,那么很多时候它会导致我们有错误的认识。 有错误的认识。比如说,刻板印象。 男生不适合学文科,这是一个刻板印象。 你同意吗? 我们不同意。 第二,女生不适合学理科,你同意吗? 第三,中国制造质量不好,你同意吗? 这些都是刻板印象。 Stereotype。 我们不同意,比如说,第三个问题。 中国制造的质量好不好呢? 你觉得中国制造的质量,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 很多国家的衣服的品牌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它的价格很便宜,质量很好,样式很美。 再比如说,这是一道川菜水煮肉片。 我们的食物,中国的食物,是非常美味的。 再比如说,中国的高铁,它的速度很快,很方便。 这些都是中国制造,但是它的质量好不好呢? 质量是很好的。 所以这些都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呢,它会带来我们对于事物的这种没有区别的来认识到个体的差异, 会带来一些错误的认识。 这是刻板印象。 记住这个词,跟我读一读。 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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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到了关于这个认识的,讲到了三点,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中国功夫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无所不能。 这里有一个成语,无所不能。 什么叫做无所不能。 什么叫做无所不能呢? 就是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办到。 没有他不能的,什么都可以办到。 比如说,小时候在我们眼里,爸爸无所不能。 爸爸是我们的英雄,无所不能。 读一读这个词,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所是一个平舌音。 能,后笔音。 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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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功夫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无所不能。 第一,中国功夫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第二,看一下。 第二,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练舞。 并且他们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 跟我读一读 第二 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练舞 并且他们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 请问在中国哪些人练舞呢 是不是有很多人练舞呢 不是只有极少数人练舞 他们练舞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 这个词语记一下 什么叫做强身健体呢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改善身体的形态 保持身体健康 改善身体形态 就叫做强身健体 跟我读一读这个词语 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 我们学到了两个成语了 前面刚刚学到三个了 学到一个飞檐走壁 还记得吗 飞檐走壁 第二个成语 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第三个成语 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 来看一看第三 跟我读一读 第三 中国功夫更多体现的是 我们的侠客精神 即 除强服弱 而非 寻衅滋事 第三 中国功夫 更多体现的是 我们的侠客精神 即 除强服弱 而非 寻衅滋事 这里呢 又有两个成语 第一个 除强服弱 什么叫做除强服弱呢 就是要 铲除坏的 强暴力量 帮助 不是帮助的意思 帮助弱小 除强服弱 除强服弱 就是要铲除坏的 中国的英雄 中国的英雄 古代 这个 我们说的 英雄 英雄人物 英雄什么样的人 可以被称作为英雄呢 帮助弱小的人 正义的人 可以被称作为英雄 除强服弱 这是夹克精神 那和除强服弱 相反意思的词 看一看 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 有同学在学习法律 大家应该知道 寻衅滋事 这是一种犯罪 是一种犯罪 那么他是说 在公共场合 无事生非 起哄闹事 来破坏社会秩序 这些情节很严重的行为 被称作为寻衅滋事 这是一种犯罪 应该受到惩罚的 那么这里是说 中国功夫 他是为了 我们学习功夫 不是为了去打架 去搞破坏 他是要体现什么呢 体现的是 除强服弱的 侠客精神 请问你理解了吗 除强服弱的 侠客精神 跟我读一读 这两个成语 除强服弱 除强服弱 寻补性滋事 寻补性滋事 我们前面学到了这几个新的词语 对大家来说可能有一点点难度 我们通过做题 把它复习一下 先来读一读这几个词语 飞檐走壁 跟我读 飞檐走壁 飞檐 飞檐走壁 功夫明星 功夫明星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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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 除强服弱 除强服弱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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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大家 请用这些词语来填空 把句子补充完整 第一个句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街舞 应该填哪一个词语呢 街舞 高手 街舞啊 街舞高手 你填对了吗 它是一个街舞 街舞高手 第二个句子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什么 对男人 对女人 对白人 对黑人 对亚洲人 对欧洲人 等等 应该选哪个词语呢 刻板印象 你填对了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读一读这个句子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 对男人 对男人 对女人 对白人 对黑人 对亚洲人 对欧洲人 等等 这个是在说刻板印象 第三个句子 李小龙是一个什么 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功夫 这里应该选择哪一个词语呢 他是一个功夫明星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句子 李小龙是一个功夫明星 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功夫 继续看 还有几个词语 第四个句子 我们的车在路上坏了 没有工具 连 的爸爸 也束手册 应该用哪一个词语 无所不能的爸爸 也束手不测 你填对了吗 在这里 束手无测和无所不能 是一组反义词 大家记一下 无所不能 它的反义词 束手无测 刚刚跟大家说到 无所不能 是什么都可以做到的 束手无测 束手无测 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他们是反义词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我们的车在路上坏了 没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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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无所不能的爸爸 也束手无测 下一个句子 习武可以防御敌人进攻 也可以 也可以 习武就是练习 学习武术 就是中国功夫 学习功夫 学习功夫 学习武术 习武可以防御敌人进攻 也可以 也可以 强身健康 也可以 强身健康 也是一种运动 可以强身健康 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习武可以防御敌人进攻 也可以 强身健康 第六个句子 阿龙从小就崇拜 什么 伸张正义的人 刚刚讲到了 正义的人 他是在做什么 除强服弱 他们是高手 是这个英雄 除强服弱 伸张正义 一起读 阿龙从小就崇拜 除强服弱 伸张正义的人 最后一个句子 武侠小说里的很多高手 都会什么的绝活 都会 刚刚说到 有很多人都会飞檐走壁 有很多人都会讨论的 有很多人都会讨论 有很多人都会讨论 有很多人都会讨论